剛剛網上看到的消息是在中國大陸 Block了Google的Gmail 其實Google一向的關係跟中國都不好 不知道什麼原因 Google的Gmail就不能在中國用得到 即是說如果有朋友回中國 用Gmail的話會有些問題 當然你有個長梯 有我的方法 所以很多朋友都知道 在中國可以跳牆出來 有很多跳牆的網站 跳出來之後應該是沒有問題 說回這件事可以說到一樣 我相信中國人和外國會有一個 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對於所謂的言論自由 一向我們中國對於思想控制 傳統上都很嚴格 很多朝的皇帝都會做一定程度上 對人民思想的控制 很多時候 譬如那些老師 教到學生 如果學生有事的話 很多時候會連累老師 諸九族 其中一族就是指老師 這些思想控制 對於中國也有 而中國看我 不要說中國 就是我 我看自由 說話這件事 我會比較保守 我會保守過西方的言論自由 既然說到這個話題 我想在這裡說說我自己的態度 我覺得第一 就是 我們可以說自己的意見 意見可以任你怎麼說 這不是問題 但是 我們就不可以將事實 就強行虛構事實 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明知那件事 不是這樣的 但是你堅持 重複一個錯誤的消息給別人的話 我不是說意見 我是說消息 我只是說一個 Data Point 一個資料 譬如說 說食煙有害 這個Data Point 如果你 現在 所有的 科學研究已經出現 結果 知道這件事 是不害致 但是 你偏偏就說 食煙 是對人體無害 這個說法 我就覺得 你有一個 道德上 那個 不對的地方 因為你不應該重複一個 但是 如果你說 我雖然知道 食煙對我身體不好 但是 我喜歡食煙 這是你的個人意見 我就不反對 你喜歡 說什麼 說什麼 但是你又不可以把 錯的事 重複又重複 企圖 把錯的事 說得多 別人以為是真 這件事 我覺得是不對的 這個是個人 我對於那些 集體 集體當然 包括政府 包括那些 商業機構 或者那些 教會 教堂 之類的 組織 我指的 集體意思是 你是一個 團體 用一個 團體的方法 來講 一個 訊息出來 你這個 團體 就要附上 講這個 訊息 準確的責任 其實這件事 譬如我們 這些廣告 你不可以在廣告裡 說謊 基本上就是 譬如你說 我這個廣告 吃了之後 有什麼好處 賣藥廣告 其實 你這個好處 完全沒有 你這樣說 我覺得 這個一定是一個 要 這個不只是一個 道德的問題 我覺得 要負一個 刑事的責任 就是說 應該 政府 作為一個 對 國家 市民 安全 是要 執行 舉控 通常 但 同一理由 當一個 團體 講一個 意見出來的話 我們應該 沒有理由 阻止 一個團體 講的意見 所以我很想分析 但很多時候 意見和事實 是很模糊 因為事實很難畫 所以 我相信 如果是 真的要執行 上來 可能需要 法庭 幫幫忙 就是怎樣 解定這件事 我想我就沒有辦法 解定給大家了 解定什麼叫事實 什麼叫做意見 但我 很相信 就是 不可以 被團體 整天這樣 說謊 這件事 尤其是 今天 我們面對的 例如 地球 越來越熱 這件事 或者 譬如 我們知道 石油 量 數目 等等 有些 如果 譬如 我這個資料 是 我幾時幾年幾日 那個資料 是這麼多 然後 你再說 幾時幾日 現在的資料 更新了 我覺得 完全可以 這不是問題 這不是問題 但你又不能把數量說錯 我就覺得 任何一個機構 當你是以機構的形式發表一個談話 當然 當然 每一個談話都由人說出來 只由一個機構的代表說出來 所以 當這個 代表 在代表 那個機構說話的話 他就要負一個刑事的責任 就是 你說的東西要對 但 如果他只是當一個個人身份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道德問題 我們可以指出他的道德有問題 但我們 我就不覺得應該用刑事追究 這就是我看的所謂言論自由 我不是完全同意任何人都會說任何事情 因為 有些煽動的事情 是不應該說的 這些應該是有法律規定 還是不可以說的 當然 今次 中國政府 走去 中國的 Great Fire War 攔住了很多事 例如六四事件 或者是 大饑荒時代 他現在是在說謊 所以我經常都指出 就是 你 沒有這個勇氣 講真話對人民 你這個政府本身就沒有 沒有 所謂 你的合法性是打移民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 當個政府 他自己有足夠信心的時候 他可以面對歷史 將歷史說清楚出來的事 那麼那個政府 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有一個很好的信心去領導一個國家 其實這件事不只是中國政府 日本政府不肯承認侵華事實 也都不肯承認南京大屠殺 也都不肯承認解案府的Comfort Women 這件事 這是政府對自己不夠信心 不能夠承擔歷史的事 這件事 我覺得應該屬於一個刑事問題 因為他不是個人說這件事 他作為一個國家的說 他應該要負刑事責任 但是當然 國家與國家之間 有什麼刑事不刑事 你都告不到他 所以 這個就是 我看 我怎麼看的東西 就不一定說 一定要做出刑事責任 你不告他 我都沒有辦法 但是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負刑事責任 你故意說謊的話 如果你是誤說 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 說話 有時候 罵口 說錯 我也有時候 這些你承認 你自己說錯了沒有 說 對不起 我剛才說的資料 說錯了 現在更正如下 沒什麼大礙 但是 如果你將一個錯誤訊息 刻意地重複 又重複 又重複 我就覺得 應該負刑事責任 這就是我的看法